今天來做宣讀 請您翻閱我們第二頁的 101年6月7號 第二次的專案小組的審查意見 1. 本案請市府檢局及都市發展局 就下列出席委員所提意見進行回應 並連您具體可行方案後 再續述下次專案小組討論 第一點 縮小原畫設土地開發區 瓜布節之範圍 就捷運沿線設站必要的 出入口尋求具意願之地主 進行聯合開發之可行性 2. 捷運設線後原道路路行與路服 應考量得以重新調整或縮減 以彰顯捷運之投資 對交通環保等環境效益之提升 3. 都委會審議的重點在於 土地使用之變更 至於如都根之土地產權等私權之處理 能因樓市相關單位協助解決非本會權益之權責 4. 捷運開發在容積增加部分 針對權益受到影響的地主及權利關係人 是否應在於充分考量 5. 財務部分 4. 財務方面 4. 市府就增額容積部分 5. 如何社會化及如何溢注於捷運興建所需之自償率等問題 6. 應予以及早因應與規劃 6. 未來基地所延伸之計程車排班 7. 林庭及商業設施之停車等 7. 均應予以內部化處理 8. 以避免造成社會成本的增加 8. 另外所延伸出來的人行道和腳踏車道 8. 應予以詳細的規劃和處理 8. 以應未來本區U-Bike設站之增加量 9. 但也需考慮各站環境條件所以調整 9. 以滿足捷運設施為優先考量 9. 本案整體經濟效益應該將成本效益一併考量 9. 尤其是社會成本影響到時間而降低其效益時 9. 除非有良好的配套措施 9. 否則如是否設站 佔據長短或其設站的大小與形式 都應在做慎重評估 8. 請捷運局考量當設站條件不一樣時 相關站體及設施亦應得以調整或簡化 並斟酌未來營運成本 不必要過度豪華 並請捷運局就本市其他站體條件列表進行比較說明 9. 建議全案採刑制方案如下 1. 建議依捷運局所需最小用地先行通過 2. 有關聯合開發部分 請捷運局與民眾再做溝通並達成共識後 延提具體可行方案再行提專案小組討論 3. 原公告方案請捷運局就車站的成本效益進行細算後 提專案小組說明 10. 請都市發展局就聯合開發相關獎勵措施 應研擬一致性之方案 以立後續通案之採刑和依循 本次市府簡報內容中有關 本計劃開發基地容積獎勵原則 上需專案報復核定部分 建議能應積極進行處理 以接近參與連開民眾所期待之獎勵值 11. 請捷運局依以往都更實際案例 連題試算值供參與連開民眾及本會瞭解 未來實質獎勵容積之多寡 並介意向民眾澄清該兩倍獎勵值系為上限 並非各案最終之實際獎勵值 12. 有關R04北側結衣用地之處理方式 捷運局能應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甚或採行最小用地徵收方式 不能只說是依法辦理 2. 請捷運局協同當地里長民意代表與反對之 李明再做溝通協調 以加速本案的審議作業 3. 下次專案小組召開前 請幕僚單位安排一次現場會堪 3. 101年7月9日第三次專案小組 關府現場勘察會議審查的意見 本次現刊研題下列處理方向 請市府捷運局及都市發展局 並上次專案會議審查意見 研拟具體可行方案後 再續提下次專案小組討論 1. 有關R04北側結衣用地之處理 建議排除由產權糾紛之大區塊 僅保留西邊產權獨立之區塊 進行聯合開發或設置捷運出入口等必要之設施 2. R04南側結衣用地之處理 請捷運局與居民在座溝通 若能傾向辦理聯合開發 則中央七層樓建築物應與納入為宜 否則就朝僅留設捷運所需 必要設施進行劃設 3. R03南側結衣用地之處理 建議比照結二用地 若辦理聯合開發方式 能無法達成共識 就朝僅留設捷運所需必要設施進行劃設 以上記錄宣讀 我們那個各位委員針對上次會議的一些審查意見的宣讀 有沒有意見 我想因為我是第一次來組織這個會議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邊建議全案採刑的方案 這邊第一方案第二方案跟第三方案 他是互次的方案還是獨立的方案 是個別獨立的方案 我們作為替選方案的評估 然後再去跟居民再做進一步的溝通 我們各位委員有沒有詢問 有沒有詢問的話我們進到下面 請這個針對啊這個上次的一個審查意見 請監獄局啊做個回應說明 現在麻煩那個監獄局來做回應 召集人各位委員 還有市府同仁以及各位的地主代表 大家好 我想監獄工程局在這邊做這一次第四次 專案小組會的簡報 那我們簡報我們大概會分五個方向來做說明 首先我們先就整個的規劃路線 以及車站周邊的都市計劃的狀況 來做個簡短說明 另外就針對我們在公展的時間 公展的我們一個都市計劃併案案的情形 來做一個報告 然後還有針對都市計劃小組審查意見 來做做一個第四個部分的所謂的替代方案的延期 然後最後我們將用地範圍調整修正 然後做個比照比照對照表 來做最後的一個陳述 首先我們先針對我們路線的規劃 由這張左邊這張路線的圖給看出來說 我們新一東延呢 是沿著我們目前新一線的向山站 R05車站的圍軌部分 然後再往東延伸 沿著新一路的六段 然後到我們的福德街 然後最後走中坡南路 一路到玉城公園的中原部分 那中間呢在西路六段的 松 松德路以東的地方呢 我們會設置一個 R04車站 然後在 廣時博愛院前方的 福德街上面呢 我們也會有設一個 R03車站 那並為了營運調度的一個 一個營運調度上的需求 我們會在R03車站的前方 設置一個橫橫度線 然後在營運調度的也是為了營運調度需求 我們設置一個微軌 大概是490公尺長 可以觸放私列車 那這個整條的路線 來看呢 除了在車站R03部分呢 有223公尺寬 在出軌路線段部分就到18米 然後在25米 然後路到後面的中坡南路18公尺 大致上是個這樣的情形 那其中 R05跟R04車站的距離大概是685公尺 R04到R03車站的距離呢 是694公尺 那在周邊都市計劃的一個 目前現況來看呢 車站周邊服務的 仍然還是以主要 還是以住宅區 跟一個地區的商商業形態 為主 那在R03呢 當然還有我們 這個EOT案 整個廣 國外院 就在商商業區 還增加了這一塊的一個服務範圍 下一頁 那在我們在 本案 新一東延的部分來講 我們在 公開展覽的部分呢 我們是有 變更了三塊的一個用地 首先在R04車站來講 北側 我們有一個解一的 解一的用地 大概面積是3771平方公尺 主要就設置我們出入口 通風景 還有其他相關的一個設施 像轉乘設等等 然後開發方式呢 我們是採土地開發方式來辦理的 那在R03南側呢 是在南側的解熱基地呢 大概面積也 3328米方公尺 這個位置 那他設置呢 也是接引出入口 通風景 以及相關設施 包含轉的設施 開發方式呢 仍然也是採用 土地開發方式來辦理 那在 R03車站的部分 這個再說明一下 目前這是整個 整個 北側的解一跟南側解二 他目前的一個 用地的地圖的一個方 第一圖的一個方 一個方 你坐著 你坐著拿著 下一頁 我們在R03車站來講呢 我們在 R03的北側呢 是因為是用廣池博愛院 就跟我土地來設置出口 以及相關通風景使用 所以我們在用地上來講 自動到南側 一個捷山用地 面積大概3844平方公尺 也是設置我們出入口 通風景 以及相關的 轉的設施使用 目前這塊的一個範圍 開發方式呢 仍然也是用 土地開發方式來辦理 然後北側 對不起 上一張 這上一張 北側呢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這個主要的一個 兩個出入口呢 還是也是擺設在我們廣池博愛的 空洞土地的 上方 所以在 在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那在我們在辦理都 就要變更的過程中呢 這三塊基地 主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呢 大概是歸納起來有這三項 其中在R04北側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 這張圖看出產權的一個 分佈情形 主要是這塊 產權的包括到 有土地有建物 有土地無建物 有建物無土地 及無土地無建物等四類 所以整個的一個建物產權呢 都不是很 很完整 甚至於訴訟呢 已經達40多年 因為 有屋無地 無屋無地的住戶呢 無法享有 土地開發的利益 所以堅持反對納入開發的一個用戶地 就這一塊目前所看到的部分 那產權比較完整就只剩下在 基地的靠西側 這一塊 這產權是比較完整 其他都是屬於 聯動式建築物在這邊的 那在 阿銀寺車站 阿銀寺車站的南側部分來講 基地內 351地號 就是這一塊顯示的 這個虛線的部分呢 是我們 我們多句話變更的一個範圍 結合的一個範圍 那在351地號上來講 也是一棟七層樓建築物 它土地面積是274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呢 駐山 建築率45 法隆呢是225 但是呢 因為它是 它當時是因為 當時的建築率呢 即面前道路檢討新建的建築物 當時 所以它建築率呢估算大概是有56了 實際上這種法隆建築大概有56 然後 它已經比我們的法定建築率高出11了 那建築容積呢 也已經達到了350 所以也達到 原法定容積的1.56倍 所以說 如果說要符合地主 就是七層樓地主 它的需求 要一坪換一坪的訴求的話呢 開發號總容積率呢 就需要達到法隆的3.28倍 所以地主 地主並陳情也說明說 如果沒有辦法 一坪換一坪 甚至要加一個車位的話呢 是堅決反對大陸圖開發 來辦理 是這塊351的地號 那在 當時我們在劃設這塊的考慮點呢 除了說是包含到 我們剛剛所提到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車站的一個開挖 我要去問他可不可以切換 如果說做聯合開發的話 也是都要開挖下去 所以在工程上來講呢 確實是會對這種房子造成很很大的一個 在工程上的困擾 甚至於在建物如果說是風險要控制 風險就很高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進入保護費 甚至於就要拉到一億兩千萬來做進入保護費 在當時有這個施工因素考量 另外一個考量是屬於法令的因素 因為在按照目前的都市更新的知識條例的一個相關規定呢 這一塊只有274米方的一個範圍面積呢 將來他也沒有辦法用獨自更新來辦理 所以在這兩點因素之下呢 我們原先當然是希望把這七層樓呢 是一併劃在我們的節約用地內 一併來辦理土地開發 所以在這一塊 R04南側的話呢 是有這樣子一些問題存在 那在R03車站南側的部分 這是我們剛剛所說明的那個 那個隆隆基的現況 跟法定的一個差異性 我們針對R03車站南側 節三用地的一個 大致上面的問題就是地主其實訴求 是要以整個接過來開發為原則 開發後呢 因維持目前住戶 就有室內的坪數 另外加一個停車位的 為原則 所以大概這三塊基地 中國看起來 這三塊基地我們都是要辦理土地開發 可是面臨到的問題都是民眾認為 我們現在 土地開發所獎勵的這些容積 他們沒有辦法達到他們希望 一坪換一坪的訴求 那我們也說明說 目前的現況 以及目前法律規定上 是有這樣子的困擾 下一頁